茶凉了,我再去给你学上吧 2009年于飞红清净家产,投资四千万拍一部电影 精心打磨十年后,两百万的票房几乎让他破产 然而十几年过去,这部电影却被捧上了国产爱情天花板的宝座 宁国初年,莫小玉随丈夫来到山上的一处古宅 院中有一棵千年银杏树,她看了一眼便喜欢上了 总觉得有种莫名的亲戚 丈夫看出太太十分钟爱这处宅院,便当即租了下来 只是不久后,丈夫被派去省城教书,两个月才能回来 二人只能依靠书信来表达思念 不久后丈夫即将返程,小玉在屋里七号茶水等待 突然听到别院传来声响,小玉以为是丈夫 出来吧,等你半天了 谁知银杏树下竟缓缓走出一个僧人 小玉吓得举起刀房位,僧人见状停了下来 小玉冷静了一下,觉得她似乎并没有问 便端起茶壶走向院中 不怪你是谁,既然来了,就请出来喝杯茶吧 僧人低眉走出,坐在了小玉身边 她问小玉是不是在等人 小玉回答在等自己的丈夫 僧人说她也在等人 我一直都在这棵树下等一个人 等了五十年 这话有些蹊跷 毕竟这僧人的样貌看起来也不像是老雪 但小玉没有害怕,反而有些好奇她的故事 僧人叫阿明 六十年前,她的家族在这座山上安寨 不久后帮派内讧 她的父母亲人尽数被人杀害 只剩下哥哥带着阿明相依为命 哥哥是个孝子,他没有忘记仇恨 而是在迎人几年后带着手下回去 血洗了仇家满门 却唯独放过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和阿明一样的年纪 尽管手下劝她要斩草树根 但她还是动了侧影之心 因为自幼失去双亲 哥哥对阿明十分疼爱 虽然自己是帮派老大 却从不让阿明参与打打杀杀 还请来老师教阿明洗纹十字 闲暇之余骑马射箭 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 阿明就这样在哥哥的呵护下长大 这天是农历三月初三 是哥哥下山游玩的日子 为了避免仇人追杀 哥哥向来隐秘行踪从不下山 只有这天他会扮成小商贩下山赏花 阿明不喜欢热闹 所以没有跟随 而是策马在山野间奔腾 忽然一阵悠扬的笛声从远方传来 阿明寻声前往 却看到群山的清脆之间 坐着一个吹消的红鱼女子 女子感应到阿明的目光 回首与他对上视线 他的眼眸沉浸温柔 让阿明沉醉其中 几乎是一瞬间 阿明便爱上了这名女子 少年在悬崖边遇到一名红鱼女子 吃一眼 他就被女子的美貌所俘获 将女子带回去做了压寨夫人 但他被绑在椅子上不吃不喝 也不说一句话 阿明却盯着他看了一宿 像是孩子得到了心爱的玩具一般欣喜 日子久了 女人也不抵抗了 每日安安静静地刺绣 卷部上总是绣着杜鹃花 旁边落款一个酒字 从这天起 阿明开始换他小酒 除了绣花 小酒也会去外面散心 从寨子一直走到和阿明出狱的山崖 两酒助力 直到日落 阿明在后面默默跟着 望着小酒失落的背影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而我就那样呆呆地看着他 看着他的侧里 我想 我要娶他 但这一决定受到了哥哥的反对 他担心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无法成为杨佩 却拗不过阿明的一片痴心 还是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澄清当日 小酒穿着红烟烟的嫁衣 喜帕下的脸依旧冰冷 但阿明不在意 他觉得人在老 用真心总能物热的 他知道小酒喜欢杜鹃 便摘来满山的杜鹃花装饰新房 过了花季后 他还会用上好的捐布 制成大树花朵送给小酒 小酒从来不言不语 不回应阿明的好 可心里却不可避免地泛起淋漪 终于在一个安静的黄昏 他说出了来这里后的第一句话 阿明欣喜若狂 觉得自己的痴情终于得到了悔 他的爱更加热烈浓郁 时常为小酒作画 描绘他惊心动魄的美丽 还会拥着他骑马 驰骋在辽阔的山野间 却没有看到小酒脸上挂满了泪珠 这一晚 阿明如愿以偿得到了他的温存 可第二天一早 小酒又恢复了往日的冰冷 无论阿明如何待他 他都一副淡淡的模样 阿明终于绷不住了 他愤怒地质问小酒 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还拿出一把刀对着自己的心口 可小酒只是挣脱了他的手掌 原来有时候 真心是换不来真心的 阿明的信仰崩塌了 他骑上马想要逃离 可天地虽大 到哪都逃脱不了寂寞 辗转间 他来到一处古寺 决定斩断红尘顿入空门 开始了平静的寺庙生活 然而不久后 一个熟悉的身影却出现了 因为得不到爱人的真心 他绝望之下顿入空门 成为了打扫寺院的僧人 然而那个让他心心念念的女子 却跟随他来到了这里 只是一眼 就乱了阿明苦休的心 他只好走上前去 狠心关上了木门 但小酒没有离开 反而在旁边一间废弃的茅屋里住了下来 每天中午 他都会准备好热茶和饭菜 端点阿明 但阿明一次都没有动过 小酒并不气馁 而是日复一日送的 就算受到他的冷眼也同步间断 直到有一天 阿明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 抬手打翻了茶水 茶斩碎了一地 小酒蹲下身用手捡起碎片 任凭碎片割伤手指 望着满手鲜血的小酒 阿明终于妥协了 他撕下僧袍 为小酒包扎伤口 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但关系却在悄然之间发生着改变 自此以后 阿明不再拒绝小酒的茶饭 总是冷脸的小酒脸上已浮起笑意 两人的话很少 但一举一动间都是柔情 这或许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直到这年的三月初三 哥哥带着弟兄们下山赏花饮酒 阿明则像平常一样等着小酒 可却迟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小毛屋里也是空空荡荡 傍晚时分 一袭红衣的小酒神色匆匆地跑过来 问阿明愿不愿意跟他走 也许是问得太突然 他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时 满身是血的哥哥被人抬了进来 他下山时遭遇了仇家埋伏 阿明很是不解 哥哥下山的密道只有自己和几个心腹知道 临死之前 哥哥嘱咐阿明不要寻仇 你出去以后 一定要好好活着 千万别再想着 要为我报仇 一报还一报 到我这儿 就算扯平了 随后他望向一旁的小酒 让他放地底一条生路 小酒缓缓点头 阿明心下一沉 便听到外面传来仇家的叫喊 阿明带人起身迎战 他已经死了 哥 你答应过我要放过他的 阿明这才知道 门外叫嚣的仇家是小酒的哥哥 也是当年心软放走的那个男孩 当时他的怀中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女人 也就是小酒 原来所谓的情爱都是谋划 从一开始 他们的相遇就是错误 这个错误 哥哥从始至终都知道 可为了成全阿明 他不惜牺牲生命 阿明将枪抵在小酒的头上 却怎么也下不去手 尽身尽尽尽 我们所走的路都错了 时间不对 地点也不对 来生我们再回 来生 我会等了 小酒 小酒替他扣下了班级 结束了两人之间的恩怨 一切的相遇都是谋划 唯一的变数 就是小酒真的爱上了阿明 痛是爱人的阿明丧失理智地冲出去 却被小酒哥哥刺穿了胸膛 临死前他还记得与小酒的约定 于是不敢投胎转世 就这样在银杏树下苦等了五十年 听完僧人的故事 小玉眼中泛起胃光 望着桌上凉透了的茶水 茶凉了 我再去给你学上吧 小玉端着茶具走入房内 侦查得水止不住地颤抖 回眸间 他看到镜子中一系红衣的自己 终于记起了一切 他冲到银杏树下 想要寻找阿明的身影 可五十年的阴阳两隔 阿明已经无法再等候 或许在漫长的等待里 他终于明白 等与不等已经不重要了 爱不是非要相守 而是要看到一个人幸福 即便那幸福与自己无关 阿明 阿明